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同类疗法是一种 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 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升麻二百斯 王子才能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之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迪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 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一种疗剂 我今天跟介绍一个同类疗法的另外一种 灵丹妙药 就叫做蜜鱼汁 西比亚萨克斯 蜜鱼汁 蜜鱼汁通常是 適用于很多苦科各类的问题 通常是因为 女性的激素 荷尔蒙的变化而引致的问题 蜜鱼汁是第首次发现的 哈利曼医生 早年是无意之中发现这个疗剂 当时他就要处理一个 一个画家的健康的问题 这个画家有很多消化系统的问题 当时你知道 哈利曼早年同类疗法的疗剂 是比较有限的 他用了他当时所有的疗剂去医 就医不到 最后他就发觉这个病人 这个画家病人 就很流行在画画的时候 你知道将那些画笔 那些毛的画笔 就印一印那些蜜鱼汁 那些蜜鱼汁的蜜汁 跟着用嘴去捏一下它 就是中国人都很流行的 用嘴去捏一下它 令到那支毛笔 是比较尖一点的 那他看看 咦? 为什么这个病人有这种消化系统的问题呢? 会不会是因为他 这种习惯性 是不断地将这些蜜鱼汁 放入口里面呢? 是不是因此而出现了 药物的实现实证 我叫做Proving 那他体会到这件事的时候呢? 他就于是乎 就将这个蜜鱼汁 将它制作成为 一个同类疗法的疗剂 跟着呢? 就将这位画家呢? 医好了 那虽然呢? 同类疗法呢? 可以这样说呢? 是大多数是用在 女性的疾病 但当然啦 其实男女其实都可以用的 那通常呢? 他应用的范围呢? 都是跟我们的 伸直器官各方面的 引致的问题有关的 那有一位好出名的 同类疗法医生呢? Dr. Grimmer Dr. Grimmer 是早然呢? 他是可以说 是同类疗法医生里面 是专有很多经验 是医癌 就是流肿科癌症的 那他经验说呢? 他说呢? 蜜鱼汁这个疗势呢? 是曾经可以医过 是肛门 蜜鱼的癌症 和子宫癌 那他的经验呢? 他说呢? 这个疗势呢? 是对男女方面的 性器官方面的症状呢? 是很显著的 蜜鱼汁这个疗势呢? 通常呢? 是适用于哪一类的体质呢? 我们叫Constitution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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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 那 那 呢? 那 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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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 呢? 这一类的年轻人很容易是因为性方面的过度的消耗 或者是很容易是性方面很容易兴奋 这一类这样的体型的人合用 但当女性在怀孕期间 或者是生了小孩没多久 或者是在暴雨期间这个疗犀是很合用的 这种体质是很合用的 第三,有些小孩很容易因为天气的转变而很容易伤风 第四,我们叫做雷力型的人 雷力型的人很容易有肺炉那类呼吸系统的问题 可以想象到这种肺炉型或者雷力型的人的体质 当然是很娇乱 不是很结结实实 不是很强健的人 第五,通常是男性 男性因为喝酒过度或者中欲过度 而身体出现问题 第六就是女性 可能有肚腩的女性 身体怀孕之后 你知道很多女性就有些黄肝斑 在面部 在鼻梁上面 有些黄色色素 这些女性通常很敏陈 而且很容易暈的 有一个症状就是 如果你是跪下在教堂里面跪下 就会均匀 这是一种蜜蜜汁的症状 而且这种人的体型 有很多黏液性的体质 有些毛色的或者白带黏液性的体质 最后 这种蜜蜜汁 可能是一种比较乐观 但很容易兴奋的性格 而且身体上有很多蛹膝的症状 冲血、蛹膝、瘤血等症状 这种体质 所以蜜蜜汁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是遇到这七种体质 或者这种情况的人 可以考虑蜜蜜汁的疗剂 当然蜜蜜汁在女性方面 是经常用得着的 可以这样说 在我的经验里面 十个女性里面 起码都会有一个 或者多过一个 是属于蜜蜜汁的 蜜蜜汁是一个比较大的疗剂 我们叫做体质的疗剂 所以用的机会都挺大的 主要是用在子宫的疗剂 还有所有荷尔蒙 出现不平衡的时候 就很容易用得到 比如蜜蜜汁和有个蒲公英 Pulsatela 都是两种疗剂 在新闻仔的青春期 年轻青春期的时候 是很大机会用得到 很多年轻人在青春期 会有什么 有暗瘡的问题 或者情绪的转变 可能有些秋痛 经期的秋痛 通常记住 在青春期出现的问题 或者初经 这类的问题 就是荷尔蒙的改变 好了 很多时候 我们蜜蜜汁是用什么呢 是对付人 因为吃了鼻孕丸 或者塗了那些荷尔蒙的激素 那些高药 或者有些人是用那些 patches 就是用茶糕 或者用那些黏块 主要是接受了 接受了荷尔蒙的问题 有时候 你可以看到 他自从用了避孕药之后 他就开始出现健康问题 譬如头痛 体重增加 或者经期不规则 或者很多惊痛 总之 你可以看到 原来病因 是因为自从服用过避孕药之后 你会看到 在这种情况之后 我们都基本上 都会用到这个疗剂 好了 还有 在子宫的下垂 或者肝门的下垂 或者膀胱的下垂 总之身体很多下垂 这种问题 因为蜜鱼汁是很经常用得到的 很多时候 蜜鱼汁的病人 就会投诉 或者他说过 他说他那个下腹 下腹腔的阴部 好像有一种下垂的感觉 经常这种下垂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 记住 蜜鱼汁 是一个好的疗剂 好了 那荷尔蒙 什么情况之下 我会受到荷尔蒙的冲击 或者改变呢 比如有些人 就说我自从生了十分之后 或者我自从 就是 那个 墮胎之后 或者 或者流产之后 或者是根延期之后 那些问题就出现了 那就是很明显 这种情况之后 他们的问题 都是因为 他要适应身体的荷尔蒙那种改变的 那这种的情况 就是 可以考虑得到这个疗剂的 那有时候 他们有很多 头痛 经前症后裙 便秘 痴瘡 都跟荷尔蒙有关 这类的 那很可能在怀孕期间 或者自从那个怀孕之后 身体出现静脈肿胀都很厉害的 那还有一个关键的症状 就 墨鱼汁的人 通常就很容易鱼的 那和呢 他的问题呢 倾向于左边多些 和呢 墨鱼汁的人 就不是很喜欢 不是很喜欢站起身的 他就是 就是 喜欢坐 这叫做站 他觉得是特别辛苦的 那还有一种的情况 我们可以考虑到 墨鱼汁 那便知道 他亦中有一个症状 叫做 House Maid Knee 那就是说 就是 家居工人的膝头哥的问题 那就是很明显 那早然有些人 就可能 就是要洗拆的地板 那通常呢 他们会是怎么样 会 会跪在那裡 不是什么 是跪在那裡 跪在膝头哥的 那便知道呢 那膝头哥跪在那裡 就经常会磨擦 那导致膝头哥 我们叫做 滑囊炎 那些滑囊炎 出现了之后呢 那这个呢 就是 墨鱼汁的 的正形 那很多时候呢 墨鱼汁呢 通常是用在一些 家庭主妇 因为他呢 就要打理家务 就做到 哇 很辛苦 你可以想像中呢 一个妈妈 一个女士 那他有成五六个小孩 甚至七个小孩 那又要做很多家务 那他本来呢 很可能一个 硬型的身体 非常之健康的 做得事的人 那但是呢 生了小孩之后呢 跟着呢 就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那整个人呢 就可以这样说呢 就改变了 做到 做到就是 累了 那一边 一边就背着个小朋友 那一边呢 就 一路一路 一路洗衣 那其他呢 他围着他周围 就在这些圈子里叫 那这个情况呢 这个 这个女性 这个妈妈呢 就成的感觉 就真的很疲累了 就是 我叫做 就是 完全是 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感觉 就是疲累到 那 在 墨鱼室呢 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那个情绪方面的 墨鱼室的情绪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 因为人 因为实在太辛苦了 那 他实际呢 可以这样说呢 就是 那些情绪呢 就是 那些情绪呢 完全关闭了 对小朋友呢 他已经没有了感觉 就是 没有了 没有了爱心的 但是 有时候呢 我用在那些动物那方面呢 比如有些动物 有些动物 猫啊 狗啊 或者是妈呢 那生了小孩之后呢 就不再理那小孩之后呢 就不再理那小孩之后 放弃了 那小孩之后呢 那这种情况之后呢 一栽墨鱼室呢 可以立即令到这个 这个动物呢 妈妈初生的动物呢 就立即呢 就会去吃回它 舔回它 这个动物的 那所以可以这样说呢 墨鱼室呢 通常呢 可以说是 产后的抑鬱 产后的情绪低落 这种情况呢 他就是 他突然之间 生了小孩之后呢 突然之间 就没有了 没有爱了 那小孩之后呢 那小孩之后呢 全部没有了爱心 那这种情况之后呢 你记住呢 墨鱼室是一个 很合用的疗剂来的 那当然呢 墨鱼室呢 是因为他那个 身体上 或者荷尔蒙上的 冲击 令到他那个 那个感情啊 对他亲人的感情呢 完全都是 没有了 那当然呢 他们就很不喜欢 性行为 那也都不想人家碰他 尤其是在那个 怀孕期间 怀孕期间的那个 任神的呕吐 那可以这样说呢 对性欲那方面 是完全完全都没有了 那这个呢 可以这样说 是一个 墨鱼室那个 正形的状态的 也都有时候 墨鱼室呢 就因为 圣位 む雨 呐 ri 便知道 母雨是身体的液体来的 可能喂蠻月长期的母雨 加上生了小孩,生了很长的努力 因此可能出了很多血 出现了很多这方面的产后的问题 个人承认虚脱了,累死了,又要喂奶 这种情况,几剂几剂的白月宿 是可以将很多问题即时改善 当这个女性有人肚或人神呕吐的时候 通常有一个很关键的症状 通常她们会对她的气味特别敏感 还有感觉胃部和哭部有一种很空虚、很沉的感觉 麦如塞的人本身是一个已经很呆滞 情绪方面已经很远离很冷漠那种感觉 这是一个身体的荷尔蒙 记住,是一个荷尔蒙的改变引发的 麦如塞的人,你会看到很多时候 他们是喜欢去做那些很剧烈的运动 还有是喜欢去跳舞的,因为她觉得她人的身体已经很呆滞 如果她做这些运动,可以将身体的血液循环 可以加强了她,她会觉得舒服很多 所以麦如塞的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她们很喜欢去做 很激烈的跑,换跑,还有是跳舞的 这个是一个麦如塞的很容易见到的症状 而且麦如塞很多时候,比较喜欢晒太阳 因为麦如塞的人,觉得她人好像很… 好似因为身体的循环系统是比较呆滞,很聚 她人比较寒冷,倾向于寒冷 所以这些人是很喜欢晒太阳的 了解一个女性,如果你问她 怎样,喜欢不喜欢晒太阳 她很喜欢的,晒太阳真的很舒服 怎样,有没有去运动 虽然她有时觉得她人都很累 但她发觉自己每当她运动了之后 她人会觉得很爽快 这些全部都是麦如塞的关键症状 好了,情绪方面,我刚才也提及了 麦如塞有一个症状是对亲人的感觉难莫的 有一种疏离,分离的那种感觉 很多时候,她在家里看到那些小孩 觉得很厌护,很紧疹 她差不多想放弃了一走了之 那当然,在一个女性在根厌期的时候 出现那个调烈 出现那个根厌期的时候的情绪低落 以及根厌期之后,可以这样说 就没有了性欲 或者自从子宫折除手术之后 或者经前症后的症状 经前症状通常有头痛,很紧疹 她们很可能在经期来之前 她们很可能是特别烟尖 特别多事,特别不开心 那这个都是一种麦如塞的 表现到的很重要的症状 那麦如塞还有一个症状 她们可以这样说,可以说是牙尖嘴 她们有时候不开心的时候 她们会骂人,很尖锐 或者对她的小孩吵吵吵吵吵吵 大声骂她们 但那时候她可能对小孩的责骂很厉害 当然这些通常是跟她的荷尔蒙有关 这种情况出现,多数可能在经期离之前的出现 平时可能都未必那么差 好了,那刚才所说的荷尔蒙那方面的问题 女性经常用得着的荷尔蒙的改变 引发的毛病 那麦如塞,还有一个地方很好用 就是用在皮肤 那麦如塞通常我们会用在什么呢 用在一些金钱鲜,Ringworm 或者是牛皮鲜 那很多时候,麦如塞的女性 可能因为三十分之后 或者用了河尔蒙药 或者用了鼻孕穴之后 她开始皮肤 就开始因为那个激素 对女性的激素降低下了之后 出现皮肤干这方面的问题 那所以呢,很多时候 如果对女性说,我的皮肤很干 和我的子宫很干 这种情况,其实都是麦如塞 常用到的问题 那麦如有些人 女性很常见到 就是,我生了一分之后 我皮肤又干了 我头发又掉下了 那或者,她发现她的子宫很脆软 那接着又出现了牛皮鲜 那个金钱鲜 皮肤的那些,那些真菌的皮肤 出现了 那还有一个症状呢 皮肤上的症状呢 我们叫做Pittoriasis 即是玫瑰斑 玫瑰块 一块块那种,就不是一个金钱 一个圆圈那样 而是,就是什么呢 好像一块块,好像玫瑰饭那样 那这种 那这种也是一个 蜜蜜汁的症状来的 好了 那还有一个毛病呢 我们会考虑到用蜜蜜汁呢 就是一种病呢 叫做爱迪生死病 Edison's disease 那爱迪生死病 是一种病,是什么病呢 是我们身体的腎上腺素过低 当我们的腎上腺素是低的时候 那通常呢 你就会出现很多色素 好像身体的颜色 色素增加了 那还有呢 就会有肿胀 那也都严重一点 可能会出现失明 或者糖尿 那样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其实呢 蜜蜜汁呢 是可以帮助治疗这种 爱迪生死病 Edison's disease 那说起色素 那大家都知道 很多女性是怀孕了之后 或者 荷尔蒙失调之后 会出现多些肝斑 也都有一种叫黄蜜斑 尤其是面部呢 是出现黄蜜斑 通常呢 我们跟那个怀孕有关的 所以也都叫做怀孕的面膜 Mask of pregnancy 怀孕的面膜 那这些通常呢 都是因为我们那个荷尔蒙的改变 那如果这种情况之下呢 他们说 开始就有很多 很多暗瘡 或者身体很多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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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肝斑呢 记住呢 这种因为和荷尔蒙引发的这种这样的问题呢 我都可以记住 那个蜜鱼汁 是一个很好用的疗剂 好了 那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都会看到 就是我们的低血糖 那当然呢 低血糖严重的 就会导致到那个糖尿 那但最好呢 你记住呢 这种的情况呢 他们是应该和荷尔蒙的改变有关 就是 如果他们可能 任晨或者痕运期之后 或者生了十分之后 或者 出现这种这样的 荷尔蒙的改变 而导致血糖的出现问题 那就可以考虑的 好了 那他们在这种情况之后呢 有血糖低 那他们通常呢 就很喜欢学吃巧克力的 很喜欢喝酸的柠檬汁 但是呢 他们不喜欢吃肥利的 不喜欢吃肥利的 不喜欢吃肥利的 还有一个常见到的 那个 那个鲁鱼汁的阵容呢 他们的性用呢 通常来说是很低的 就是他们的性用呢 可以这么说呢 可有可无的 没什么所谓的 那 那 也有些人呢 可以说呢 结婚了很久了 他们呢 就完全对那个性用 没了兴趣 或者呢 可能呢 本来都正常的 都一般的 那一生了三分之后呢 他们的性用呢 性生活呢 可以差不多是 可以完全没都可以的 那 那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用个尿剂 所以呢 可以将改善这方面 那个性用这方面的问题 的 好了 那 除了我刚才说的 血糖低 那个 腎上腺素低 的问题 我还有一个 什么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的 甲上腺素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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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都可以呢 记住呢 都可以想到的 那 甲上腺素低 通常有些什么 表面的症状呢 通常的人比较会怕冻 是不是 对那个 对比特别寒冷 那 那他们开始会吃的东西呢 是喜欢吃那些酸的东西呢 好像 腌制那些酸瓜 那些这样的食物 那些 有些女性 很多 女性在怀孕期间呢 是特别 喜欢吃酸的东西的 那或者 喜欢吃那些比较辣的东西 那些 好了 强暴性 那个强奸之后 的出现的问题 那很多人呢 女性呢 如果经历过这些 这样的不幸的事故 那她初初呢 就会有 开始有些 身体上的改变 或者情绪上呢 对所谓的性欲那方面 是全部呢 就是我们叫做 关闭了的 那 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呢 她会开始感觉得到 自从了这个 这样的经验呢 她们呢 就是完全呢 是对这方面呢 是不想再 再再经历得到的 她人呢 变得很难忘 好像她人都不在 那里 或者对性欲那方面 是很厌恶的 那厌恶到什么程度呢 有时她们会提及呢 她们忍受不了 她们那个 那个 或者老公 或者老婆的 体味 我认识过 有时有很多女性 到了她 根应期之后呢 她对她的 对她老公 那种的 亲切的时候 亲密的时候呢 她是很不喜欢 很厌恶的 她曾经说呢 抵受不了她的体味 那样 那 蜜如心呢 记住了 当她人神怀孕 嘔吐呢 她的一个症状 很容易出见到呢 就是她们的 味觉呢 是特别敏感的 那所以在 在那个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 她们会突然之间呢 对那个 对那个本来的亲人 或者老公 老婆 她的体味 觉得很不喜欢 很不喜欢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发现呢 有一些 蜜如丝的女人呢 可以这样说呢 对那个 就是 没什么需要 没什么需要 亲切的的关系 那她们都很开心的 就是她自己觉得很开心的 她们通常呢 可能是五十岁 六十岁 那样 那她有自己的独立生活 是不需要 任何的性伴侣 或者人制的 或者的 浪漫泰克的关系的 那 那很多情况呢 当一个 蜜如丝的女士呢 或者她是 性语完全没有了 那但是呢 在那个 维持一个 婚姻里面 那 那跟 跟先生 或者恨房的时候呢 她们 每次都感不到 没什么高潮的 那很多时候呢 她们需要 是假扮 是吧 就是始终要讨好对方 那令到那个 先生方面呢 就不会那么 那么尴尬了 那很多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她们会告诉你 其实呢 我是一直都 没什么高潮的感觉的 那 唯有呢 是自己呢 是假装有高潮的 那 我们在 和疗法里面呢 有些疗剂呢 是性语很强的 譬如 白金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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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呢 这些人呢 在性用方面呢 哇 会大叫 大声大叫 很兴奋 很兴奋的 整个屋都都震了 但是呢 蜜如湿呢 是相反的 对她来说呢 完全没有这种 需要 完全不享受得到 那当然呢 也都有时候呢 我们发现呢 因为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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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的改变 它就出现了 不孕这个问题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都会考虑呢 是所用的那个 蜜如湿的 另外一个 不孕 很多时候呢 不孕的疗剂呢 就是那个 有个炎型的啦 那炎型的啦 那炎型都出现呢 会那个 那个 性欲低啦 肝啦 还有呢 它通常呢 是有一段 就是 不愉快的 情绪的 创伤 而导致呢 它出现不孕的 那但是 蜜如湿的 不孕的原因呢 是因为 荷尔蒙的因素啦 那很多时候呢 你知道啦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呢 就没人想 三十元仔了 那它们会怎样呢 它们呢 就会去 用被孕药 好了 多几年被孕药呢 到它真的想生的时候呢 就生不到的 那这些呢 就以我所说呢 都是我们 蜜如汁 经常应用得到的 那在我的 臨床 三十多年的行业经验呢 蜜如汁呢 是一个 经常用得着的 同类疗法的 袁医生 刚才介绍了的 同类疗剂 觉得 对不对 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 灵丹妙约啊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法疗剂 可以在 铜铜锅 铜锣湾 炸电街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节目 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